哈喽大家好我是Rachel 好久不见 今天呢因为我没有洗头 所以呢我就带了一个帽子 然后你看军帽子我特别喜欢 我昨天刚刚说到 我觉得带起还蛮好看的 虽然它很贵 然后黑五打折的话是 我便宜了将近一百刀 所以我才下手的 我觉得如果喜欢的同学可以去买 真的很好看 我就不拿下来 因为我没有洗头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 What's my bag的主题 然后对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间断的一个视频 做一个小包 就是这个我平常都在背的这个 Chanel的Wallet on Chan 就是WC这个系列 这个包呢我是去年的时候 我生日的时候 我买的时候应该是 这个是一个 不知道你们能看清 它不是黑色 它是一个紫色 非常深的一个紫色 但是这个包包已经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糙的人 然后我买的是 这个应该是Lamb Skin 就是羊皮的 就是非常容易刮 还有这里就是边角呢 都是有一点就是用的 所以我真的用它用的非常多 这个包呢就是大概有三种背法 一个就是它的袋子 大概就是这么长 就是很长 我的个子是一米六四 我觉得这样子背会很长 如果我想要这样背的话 我一般是会单肩这样背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单肩背 但是我觉得太长了 所以一般呢我就会 所以一般呢我就会这样子把它打开 然后这样子绕 然后这边也绕过去 就是绕两道 然后再把它合上 然后就会变这么短 这么短呢就是鞋背的话 我觉得就会刚刚好 它就是到这里 我觉得就是刚刚好到这里 所以我觉得 一般来说我都是会这样子 但是我后来觉得就是 它这样子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在于就是你每次打开包 就是比如说你是鞋背在身上 然后你这样打开包 它就是很容易这个袋子 就会自己下去了 就是会很麻烦 所以我后来呢 我就从淘宝上我去找 然后就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让你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给大家示范一下 它就是可以帮你固定住 但是它就不是不是说会 就是我看一下 然后它就是会帮你固定住 然后你就大概也是 要把它这个缠起来 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你把它缠成这样 它中间是一个 让你们看不看得见 它是一个扣子一样的 然后它这个中间这个棍子 它是可以调节 就是它是可以往上或者往下 然后就方便把那个东西放进去 然后再就是你装好 以后就这样放上去 当然这个有一点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是会就是 可能会磨损到你的皮 然后这边你看到我 我这边因为它拉扯 所以我这边已经有一点 就是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程度 会比较时髦 对看就是这样子 也是很好 到这里 我就很喜欢这样背 因为 我就很喜欢这样背 然后因为我是 我有个小孩平常 所以我背这个会很方便 就是如果像一些大包 就是不太好再出去 而且就是小朋友弄来弄去的 而且这个包我一直在背 然后我家二姐很喜欢玩这个包 然后每次他看到就会拿去玩 他很喜欢咬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现在已经有一点就是 就是不太好 对 但是包嘛就是拿来用的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买了一个包 你不舍得用 你把它放在柜子里 我觉得你就没有了 买这个包的意义了 所以就是总是会用久了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就是 很容易刮的话 你可以去买那种就是 像Chanel有那个荔枝皮 或者有那个 还有牛皮 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刮 但是我当时是 因为我是盲选 我是第一次买这个 就是我 我等于是说 我第一次买Chanel家的包 我就是买的这个包 然后我又是一个 非常不爱做功课的人 所以我就直接进去 我就看到 看中这个包 看中这个颜色 所以我就直接买了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 它是有皮质之分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买的话 可以多做一下功课 选择自己适合的那一款 然后我现在来给大家讲这个包 这个包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你看我现在装满东西 就是大概 它也只能用 因为它是扣子的 如果你装的太满 它这个顶的太高 它就装不下了 所以我现在大概 这个已经是我最大的容量了 然后这个后面呢 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这个口袋 可以放一些非常薄的东西 我觉得比如说像卡包什么东西 但是你放一两张卡 都还是可以的 我这里放了一些就是那个 我之前去吃牛角抽奖的一些卡片 然后因为我想说 每次去都忘记带 我抽完就忘记带了 然后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这些活动还蛮好的 就是有一些送一盘东西 或者直接石刀剪掉 这样石刀剪掉 对吧 对就这样石刀剪掉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 我很喜欢吃这家 尤其是他们家牛舌头很好吃 然后对 所以我一般 而且我很怕东西掉 所以我就一般不放这里 所以这边一般不放什么重要的东西 然后它打开是这样子 它上面有一个拉链 我觉得用处也是非常小 因为如果放很厚的东西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放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用 因为我觉得放很多东西的话 它这里就会鼓起来 然后这里也是这个有一个口袋 然后有一个拉链 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大致就是这样 里面呢就是 就是一个大的口袋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口袋 但是我基本上都不分东西了 我就直接放一个大口袋 除非有一些硬币什么的 我会放到这个拉链这个口袋里 然后下面我就来一个月看 有什么东西吧 我想先把这个拆开 OK 这样你们看得清楚一点 那个拆开因为那个刚刚有生死当初 然后就这样 我大概就是已经放满了东西 那我们先看 我现在才知道我这个口袋里面 我看看有什么 先拿大的东西说好了 就这样子 这是我的那个卡包 因为在加拿大这边真的不太用到现金 然后我的现金这里也有一点点现金 然后一般都是刷卡 就是到哪里都是刷卡 然后除非有时候就是去一些华日餐馆 通过要求现金就带一点现金 然后一般就是我老公跟我一起去 都是他带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带卡就行了 然后这卡包你看这个材质就是 我觉得应该就是像是荔枝纹吧 然后它就是非常的耐挂 所以我当时选这卡架的时候 就是想选一个特别耐挂 然后黑色就特别摆打 我觉得这卡架特别的使用 就是而且它有四个卡格 一二三 然后我有时候能放一个卡格 可能放两三张卡 就是不止一张卡 因为它就有一些卡架它肚子特别的紧 就是你会特别难放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如果想录的小朋友可以 小伙伴们可以去录一个这个 我录完我就觉得我会非常喜欢这个 然后呢下一个是 就是这个唇膏特别脏 我儿子就经常拿来玩 所以我就这个 这唇膏是兰米尔的唇膏 这个非常好用 但我唯一不喜欢一点就是它 因为你要用自己的手进去挖 或者我是很不喜欢用棉包的 我一般都是直接嘴巴进去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卫生 而且就是我唯一不喜欢它的点 就是它很难弄 对就是很难弄出来 就会导致它就很不卫生 但是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就比如说有 因为我的嘴巴很容易起皮 然后我有时候很干很干的时候 就比如说有时候干到嘴巴会痛 然后用它的话 大概用了一两天就会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会 常会够的一个东西 然后下面就是很大的这个手机 我这个手机是 是iPhone X的 就是我以前用的是iPhone 6 Plus iPhone 6 Plus也是可以放下的 就是会很就是 而且我其实平常手机 不是放里面 我平常手机就是拿在手里的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 比如说你带孩子 你不能一手拿手机一手带孩子 所以就是一般 我对包的要求还是说 它要能够放进手机 所以对 还是要能够放进手机 然后对 然后这个包它是满足的 它是可以放进去的 iPhone 6 Plus也是可以放进去的 因为我以前用就是那个6 Plus 我是可以放进去的 大小也是很好 如果它放进去以后就是你会变古 因为它本身 然后你就不能放其他的东西了 就是基本上你大的钱包 是肯定放不下的 然后就是放一个卡卡 放一个这个手机 然后边边角角在塞一些东西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口红 这是我新买的 然后它是这样磁起的 然后它只有一边是能够吸上 其他都是那种 就吸不上特别好玩 你看这样就吸不上 然后这样反而会活上台 然后这样就合上了 就特别好玩 然后这个唇膏是我新买的 我觉得其实它Bubbery家的东西 就是都很好彩妆 非常的润 然后是这个颜色 有一点梅紫色的感觉 对非常 就是梅紫色的感觉 看到了吗 非常的润 我现在嘴巴上涂的也是Bubbery家的 然后是另外一个色号 这个色号是85号 好像尝不到 反正这是85号 我很喜欢 然后还有一个唇膏是这个 这是我新买的 Colourpop夹子唇膏 这个 我当时是想买他们家的眼影 我当时看那个台湾博主Kitty的 一个那个Colourpop的视频 然后就是那个买了 我就买了大概一些那个单色眼影 然后还买了那个Sunset 那个盘 不是Sunset 那是就是 Yes Please那个盘 就是买了那个Colourpop夹子 还有那个眼影 然后我就顺便买了 今天的眉毛也是用他们家的眉笔画的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但是我觉得应该用得很快 就是它应该会损耗得非常快 然后它这个颜色也是 应该也是蛮活的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浓的南瓜色 我还没有上嘴过 但是它颜色非常好看 非常浓 我觉得薄涂跟厚涂都很好看 对 它这个很便宜 所以我到这就直接买了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就是电房叫女神 为贝 还有一个硬币 真的我在包里超级乱 看一下应该没 还有还有一个这个 嗯在那个有机商市买的这个lip blam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blam 因为我觉得比较卫生 而且比较好涂 像那个Lamere的 我一般就是偶尔会放在家里 一般都是 放在家里就是晚上的时候涂 然后像这种管装的我就会带出去 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出现在我包里 反正它就在我包里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就空了 然后这个包它其实它自己 因为它就是一个小的钱包 就是比较大的钱包 不是小的钱包说错 它是一个大的 所以它这里也是有卡架 可以给你放的 然后我以前也是就是会 就是卡放在这里啊 然后东西就放 但我后来发现如果换包的时候特别的麻烦 就是你再把卡一个给抽出来 然后再放到钱包里 不你换大包的时候 就是得带钱包嘛 然后就会把卡 要把卡从这里拿出来 然后再把它拿出来 然后就会特别麻烦 我个人因为我这个包 我当时买的时候好像是 顾佳税是2000加比不到吧 也就是大概一万块钱左右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推荐的 如果你想要买神套家的包 可以先入一个这样的包 而且我觉得背起来非常好看 嗯 非常的实用 就是你出门就是 就是随便就是 我平常就是随便就是 想不到背什么包的时候 就直接拿起来就背 而且特别的轻 而且对带孩子的妈妈也非常友好 就是他就是能装的东西都装上 然后你再就是 另外小朋友东西特别多嘛 你说你背一个大包 然后再背一个小朋友的包 就会特别麻烦